NBA 球星的球队地位往往由他们所拥有的权力决定 那么哪些是球队老大特权呢 5.必须让出的板邓席今天比赛进行到第三节末 JR 照犯规罚球 詹姆斯则被泰伦炉换下休息 为第四节储存体力 詹姆斯下场来到替补席之后 他惊讶地发现德龙坐在了他的专属座位上 愣了一会儿 德龙这才明白过来 赶紧收拾了一下给詹姆斯让座 香波特健壮 则立即把旁边的空座位收拾了一下 德龙离开座位之后 坐到了香波特旁边 球星自然是球队里出力最多的球员 暂停休息时 无论替补席多么急 替补队友都得给球星让出座位 布置战术时 你就在旁边好好听着 让明星球员坐着得到休息 看看骑士替补席 詹姆走到面前 德龙便乖乖让出替补席的位置 讨得了老大欢心 队里的日子自然好混 四 无限出手权真正的球星 自然有随心所欲的出手权 作为第一球星 自然要用得分的方式 来让队里的人服气 两个球星 常常因为出手权争执 就是不愿承认 自己战术地位的落后 看看科比的比赛 即使在铁 队友也不敢批评他出手术 因为他是第一球星 他们相信他的下一次出手 三 绝杀时刻的担当绝杀时刻 才是证明一个球员 是球队老大的时候 即使你知道 对方会包夹自己的超级球星 你依旧会选择把球给他 因为一个球星 证明自己的最佳时间 科比为什么 在奥尼尔末期绝杀时刻 出手越来越多 不仅因为他的自信 他也想告诉人们 现在的胡人队谁是老大 一个在关键时刻 选择逃避的球星 注定无法成为 队里第一球星 因为他缺少核心 最需要的担当 第二 交易否决权 交易否决权 是指一个球员 可以否决球队 把自己交易到 自己不愿去的球队 纵观 NBA 历史 也只有八人得到过交易否决权 甚至连篮球之神乔丹 也未曾享有这一特权 拥有这一特权 恰恰证明球队 希望以你为基石去打造球队 这样的球队地位 和战术地位 自然成了特权球员的标志之一 一 尊重胡人 用两年三千万 给受伤的科比表示尊重 库班用自己的诺言 来表达对诺天王的尊重 马次用十九的 争贯阵容来表达 对邓肯的尊重 球队的尊重 才是一个特权球员 最渴望得到的 而能在商业联盟 得到球队管理层 真正尊重的球员 才是特权球员 为得在迈阿密球集一生 追求英德的尊重 却还是无果 只能回到家乡 证明自己 有时候 这样特权的获得 不仅需要实力 更看你的运气 看你是否能等到真正的博乐 欧洲部 变相 转身 运球 拜佛 接球 NBA 过人教学平台 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